什么狗最容易饰养? 你是不是很喜欢邻居家里的短腿科技? 朋友家里的大金毛? 网路上的恶哈还是海关牵着霸气侧陋的德国牧羊犬? 你知道这些狗狗到底适合新手去饰养吗? 思维是主观的 人们都喜欢借你自己喜欢的品种给别人 有的时候甚至还告诉你恶哈没有攻击性 大金毛不一定会太佳 比利斯狼犬的服从性绝对不会遥适 喜欢某些狗狗的品种当然没问题 但建议给新手的还是得注意一些 本来人家养狗是为了放松解压 结果放工回家就看到这些惨不乱读的画面 少随理论区 大家好,又是我瑞奇 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那些建议新手饰养的口口品种和它们的优缺点 Let's go 黄金猎犬 黄金猎犬又名大金毛 暖暖的形象也是由于它十分的温顺 关心各种生物 不随意伤害其他生物而得名 别看它一副自来书的呆萌芽 黄金猎犬拥有几岁人类孩童的智商 在狗狗里排名第四 聪明机智的它在与人类沟通时 时常会做出一些可爱的举动被迫在网路上 使得它始终是饰养狗狗排名的前客 教育妥当的大金猎甚至可以帮你在生活中拿东西 分担一些你的家务事 虽然它非常的年人但接受度较大 也可以一个人待在家里 需要担心的只有大金猎的身体体型较大 掉毛量较多 身为巡回犬的它继承了祖先集成的体力值 需要一定程度的释放精力 对身心会比较好 残位问题比起其他的狗狗也比较容易照顾 大金猎确实是十分适合新手饰养的狗种 拉布拉多寻回犬 饰养难度 两星 受到电影的影响 我们对拉布拉多的影响大多都是倒蛮犬出身 但拉布拉多基本上 与它的好哥们黄金猎犬十分的相似 比较起来拉布拉多会更加的安静 平稳 更高的服从性 及较短的猫发 也适合一些比较斯文类型的新手四祖四羊 从1991年在美国家庭羊犬中连续17年排名第一 是首选的家庭伴侣犬 但它也不是没有情绪 它的情绪比较起黄金猎犬来更加的稳定 就一个情绪不管好或坏 都可以由自身决定要维持两个小时或十个小时不等 它的体型跟黄金猎犬不相三下 但它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消耗掉它的精力 一般上四祖可以从拉布拉多身上获得更长更平稳的散步时光 你以为科技犬除了短腿和圆圆的大屁股以外就没有了吗 科技犬的智商其实也是不错的哦 但是加上制成超强的好奇心使得科技属于比较容易教导和融入家庭的狗狗 大部分的科技犬都是有点自来疏的样子 友善的个性即便亲朋好友上门也不必担心它会吓到别人 年人的个性也是许多人们首选的家庭伴侣犬 常常在身体短短的腿 带门的身体背后带来的却是脊椎软骨等部分比较容易发生问题 身体的构造也导致部分的科技犬在生育时需要医生的开一道辅助 短腿科技的祖先也曾经是在草原上追逐羊犬的牧羊犬 这也导致了科技保留着咬其他生物脚踝的本性 玩害了的科技时常会优先追逐世主或其他对象的脚踝来咬 虽然他没有恶意但也需要多加的小心 性格比较倔强以及较低的服从性也需要世主多花时间去陪伴他 要不然就会把从祖先他继承来的庞大弟弟用在拆架上 贵宾犬 饲养难度 四大小型之一的贵宾犬 部分国际在全球都有许许多多的支持者 离不开他极高的智商 许多人都是看中了贵宾犬小小的身体之下 细长着极高的智商 年幼的贵宾犬都可以很轻易的就记下较多的指令和人类的语言 这样的智商也比较容易训练教育 当然也少不了因此被容易教坏的可能性 其实不需要因为他的智商就强迫他去学习一些不必要的东西 聪明的狗狗反而更容易被误导教坏 身体上除了一些老人病和白内障之外没什么问题 但切记 贵宾犬的智商足够让他来反向戏弄一些人类 比方说他时常会给人家一种自己很挑适的错觉 许多网站和人士都告诉四族们 贵宾犬是不会掉毛的 对 但不代表可以不输毛 贵宾犬的Q毛使得他的掉毛量较少 但同时也提高了毛发打结的可能性 释远贵宾犬一定要至少每一两天就要给他梳理一次毛发 要不然他的毛发打结可能会引发许多的皮肤问题 打结造成的问题也可能导致发型不漂亮 或者只能被剃光头 贵宾犬一般都比较会吃醋黏人 智商架构的他也代表着 他们知道如何把自己的要求表达出来 相对的 这也成为了他的缺点之一 因为实在是太吵了 当然经过正确的训练和纠正 也可以减少贵宾犬的吵闹程度 从东方到西方世界 一堆明星都被他憨厚呆们的样子所吸引 发斗十分的友善不强势也不爱叫 除了遇上大事件而我也就只会叫出个两三声 发斗十分慵懒 一般时间不是在吃的路上就是在睡觉 跟许多吃货一样 他不会控制自己的饮食 本来就拥有着天生不好的肠胃 在高度输出之下也会时常吃坏肚子 受讯难度多亏了贪吃的个性弥补 还不算太难 他也不需要太多的运动量 发斗的一生都在跟自己的皮肤和呼吸管作战 别看他短短的毛发 掉毛量也不会输给著名的哈士奇 建议饰养的施主们给他们准备叫好的食物 减少皮肤问题的发生几率 因为人类的要求 发斗的脸被繁殖的越来越便 看似可爱但负担却是在发斗的身上 让他们不能复合许多较为激烈的事物 希望时常待在家里或退休的人士都十分适合饲养 只要注意好呼吸道和皮肤疾病 基本上是很好的伴侣犬 二位给大家追加一个适合长时间在外工作 或者很少待在家里的白领门饲养的勾勾 那就是柴拳 饲养能度五星 柴拳喜欢干净 即便掉毛量可观也几乎没有什么体位 只要定时的梳理毛发和送他去洗澡就足够了 比起其他的犬种 猜拳的身体条件较好 除了上了年纪的猜拳眼睛和关节都有一些普通的问题以外 基本上没有那么容易感染疾病 独立性很强 不是他不喜欢主人 而是可以接受主人长时间的不在家 他的独立性较长 不会产生分离焦虑症 或用一些特定的行为吸引世主为家 该玩的时候就会玩 主人没空的时候 他也可以享受自己的单独时光 身为狩猎犬的他 好奇心较重 体力值也非常的长 当没有正确的引导下 也不排除会有猜一家的可能性 在他年幼时需要经过长期严格的教育训练 才能放心的让他长时间待在家里 教育的过程也需要花费比较多的心思 猜犬不会轻易的被食物给诱惑 需要理解他在想什么才能对阵下药 但只要年幼时教育妥当 完全可以放心的让他长时间一个人待在家里 好啦 以上就是经过我们团队 整理出来最适合新手世主 饰养的狗狗品种啦 以上的评分仅能作为参考的用途 实际上还是要依据不同狗狗的性格 来做判断会比较的准确 喜欢我们的视频可以帮我们点赞